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清 韩阳看你来了 清 我听你妈妈说 你从出事到现在都没有哭过 你心里难受我知道 你又不跟你爸妈说 也不跟我说 把事都憋在心里 时间长了容易憋坏了 我心里想什么 我父母会不知道 你会不知道 明白 对 也请 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懂事孝顺的女孩 在三九八的时候 你跟你母亲相依为命 你是你母亲的依靠母亲 你 我因此也特别地尊敬人 可你看看你现在 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自私啊 也请 你父母在为你伤心难过 你难得看不到吗 你父母 你父母 以前我的父母 以我为骄傲 为我冰淨欲解 出于你而不然的骄傲 可是现在 他们以我为之 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我在谈会一个小龙王 因为我没有撒谎 说我被雷雷 你别说 你别说 我在说实话 你们为什么不相信 为什么一定要我说假话 是不是我应该自杀死掉 才算没有侮辱我父母名身 也请 你现在 你现在怎么这么偏激啊 不管怎么说你父母 是关心你是爱护你啊 爱护我 关心我 就让我安静一会儿 我现在什么也不想想 也不想说 是不是 但是 现在只有雷雷的事情 才是你关心的 你是来侮辱我的吗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你们要这么没来没了 如临大敌的 你们到底要我怎么样 一斤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呀 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上 除了你父母 我是最关心你的人 我是最关心你的人 来 阿姨 回来了 莎莎来了 嗯 慢点儿 儿子 雷子 怎么样 莎莎 不是开学了吗 怎么不去上学啊 我这不等雷子吗 再说了 开学头一贴 我才不去呢 这丫头可真有眼力劲 比小时候强多了 我自己来 臭小子 叫什么叫 慢点 我来 我怎么总忘啊 您是个爷妈 不用人搀扶 阿姨给我吧 来 把衣服脱了 来 把衣服脱了 莎莎 一天都逃学呀 阿姨 什么叫逃学呀 多难听啊 这叫在家自学 成 好好自学 我到单位去点个锚 中午回来做饭 阿姨 您忙吧 中午饭我做 不就下个鸡汤面什么的吗 成 那我先走了 阿姨 再见 再见 听阿姨说 要把你送到雷叔以前的老部队去 那也是我爸的老部队呀 你是想留军区 还是去远战军呀 德行 其实我以前呀 也挺想当务兵的 可是我爸死活不乐意 后来想一想 也挺庆幸的 现在当兵不失毛了 干嘛当兵呢 其实你的分数线 已经够靠大专的了 让我妈给你说说 我们学校今天办分校 分数线降低二十分呢 嗯 看得见吗 还会蹬人呢 还以为你傻了呢 至于吗 为了那个女的 说什么呢 我能说什么 我听大头和黑皮说了 你跟那女的的事了 我真的 挺感动的 雷雷 以前我一直以为 你是个小混混 还挺瞧不起你的 我现在 特崇拜你 你是个爷们儿 我去给你弄药 叶青最近有没有 什么反常的表现 没有 是吗 我一直很担心 出了这么大的事 她的精神上 没受什么刺激吧 您什么意思啊 她受什么刺激 哎呀 你和叶青是什么关系 可以瞒着系里 但叶青毕竟是我们系的学生 她要是出什么事 系里是要负责的 你也要负责的 你看看这个 走 我都要 非吧 怎么现在还搞这一场 你先别激动 这件事我问过公安局的人 并非完全是苦风捉影 叶青非常维护绑架她那个小混混 她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复杂 这种事情不是没有可能的 绝对不可能 吴老师 叶青和雷雷两个孩子都非常单纯 她们之间根本就不像这个人所说的这样 吴老师 我认为这种信 咱们应该交给公安机关让他们去处理 叶青能进咱们学校 说实话 全凭你的关系 你既然对她这么关心 你就应该知道 叶青最近在学校的名声有多糟糕 叶青在农场的事儿 被吵得沸沸扬扬 这好不容易被你压下来了 这不 又出事了 学校明令禁止 本科生不允许谈恋爱 更不能发生两境关系 如果叶青真有这事儿 学校要是追究起来的话 叶青的学籍就成问题了 吴老师 您相信我好吗 我跟叶青的父母都很熟 前两天我还去过他们家 叶青真的没有任何事情 叶 叶 叶青做过妇科检查 什么 真不要脸 这么年轻就干这种事儿 让父母怎么想 可不是 叶青暑假 是不是住过医院啊 叶青住院不住院的 跟您有什么关系啊 还不想说了 看副科去了吧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别装纯洁了 大家都是学医的 谁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儿 教室 跟我几个男人还不知道呢 别理他们神经病 你说什么 你今天说明白了 你想干什么呀 你想干什么呀 自己干什么事儿自己不知道啊 害得会儿冲凶 我告诉你 你今天不把话说明白了 别想离开教室 打你当戏里叶青少要忙了 叶青少要忙了 谁少要忙 再说一遍 叶青我告诉你 别这样喊我让人户上 就有什么了不起 你自己什么东西 你自己不知道啊 跟我多少男人你说一遍 别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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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什么吵握 我还要告你这大的大人 听说 这谁写人 要知道谁写的 就不是匿名信文 信房办的老杜说 一连来了好几风 是离几个领导 点名道姓的发 幸亏是老杜拆开的 这要是破散出去 影响可就大了 这些人想干什么呀 查出来又能怎么样 只能是越猛越黑 这个人呀 就是抓住了 我们不敢把这件事情 封开的 这些匿名信的人 既恨雷雷 也恨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她活该 可雷雷怎么办 这要是传出去 雷雷以后怎么找对象啊 这些流言飞语啊 抚风捉影 过眼烟云 雷雷是男孩子 不必为她多操心 我跟老赵打过招呼 可是现在啊 不是争命寄进 再说累了也需要养伤 等冬天吧 她养好伤直接送过来 你能不能 在咱们省里 给她找个部队啊 都是解放军 哪儿都会不一样 你要找你自己找 我没那牢脸 你 你 所长 你这大老远的逃不过来 还被勤勤的事操心 真是谢谢 给 喝茶 你看 这是我外甥 这孩子我在哪儿见 跟杭阳在一起 对对 我见过 真的 太好了 这样咱们就不用出面了 让他们孩子两个人啊 自己联系去吧 可是这个 上学期间啊 大学生不允许谈恋爱 我外甥已经分辨在国家机关了 再说也没让他们马上去结婚 谈恋爱谈恋爱 谈着呗 学校规定就那么一说 再说 他们也不能一点人情不讲吧 所长 这个孩子们的事情啊 我不想多加干涉 再说 他们不是见过吗 他们要是有那个意思 他们就 不行不行 我外甥老是着呢 要是没有大人出面啊 这层窗户这儿捅不破 你 你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乡下人啊 所长 你这是给我们扣大帽子 我们可单单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什么意思 我 要不 这样 轻轻回来啊 我跟他提一下这事你看行吗 还说什么就这么定了吧 我这也是为了你和小叶好 其实以前啊我也没这么想过 我知道你们家闺女眼眶高 没人敢拍 是吧 是吧 我外甥非缠着我 让我来找你 他说 他说他想帮小叶 帮琴琴啊 这事我有点不太明白了 这 你不知道啊 你这妈是怎么当的 这么大的事你还蒙在鼓里啊 是吧 华琴琴有什么事啊 有 他们学校都传开了 说他找了三四个男人 这次就去坐柳柴去了 胡说 这简直是胡说 他们 你别冷静点 你这样说有什么用啊 你想啊 顾南管你在一起三十多个小时 但是不干那种事 谁信呢 学院里都传开了 连院长都知道了 需要找他谈话 说不定啊 还要开始学籍 我想 把这事赶快定了 好让我外甥去找人 说人情啊 所长 轻轻做过复科检查 什么事的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你们 你让小叶把复科检查功功于众 她可是个未婚的大姑娘 她是要脸面的 所长 对不起 我头有点疼 我不能陪你了所长 对不起 我没事 这对小叶有利 这样你想好地给我个电话 来 这是我外甥的电话 给她打一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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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好 我 你 我 好 我算上了 我每月他们不是许大夫 他们是我同学 我没招他们惹他们 他们干嘛这么糟蹋 不是所有人 毕竟是个别的 你不用安慰 严谦 我知道你很坚强 其实你不需要被人安慰 对吧 他们糟蹋我也就算了 他们还有些人呢 我什么人了 他们凭什么这么说我 你心里明明知道 他们是稷恨你 他们怕你比他们好 清儿 你是个善良的好女儿 你有家人 有朋友 你会挺回去吗 相信我 相信我 妈 我可以了 我可以了 起来 rent 好 儿子 干什么呢 研究作战计划 没看见 让你去当兵 也不是让你去当将军 什么作战计划 跟你们这些女流之輩 就没法交流 等我爸回来 妈 没事 你就是有点头晕 躺一会儿就好了 那你休息吧 这孩子 从小连骂人都不会 他怎么能打人呢 你一定是给逼急了 兔子急了还咬人哪 准事欺人太神了 韩阳 那个女生家长是干什么的 是在省里的杠主 清清这回肯定是种大炉子 皇父 你别着急 你可得帮他呀 让我们俩干什么都行 可千万别影响他的学业呀 秦儿上这个大学 等待你 我今天有时间 那我一直在把女生 你还打过来 我来的老子 你知不知道 你才个人 是怎么开的 我从来 我去我的老子 就我帮你 去哪里 过我 我还去看 你会 我 死了 但是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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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做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怕什么 那我先走了 行了 慢点啊 走了 雷子 我来了 你不怕吓死人是不是 你怎么跟鬼似的你 你怎么跟鬼似的呢 你妈说你没好历史 让我来照顾你 我说你撒谎 能不能撒得稍微远一点啊 学校那个课我都腻微透了 反正你要不带我玩 我也不回去 到时候我妈要人 我就说跟你在一块 我跟你家保姆啊 走 混蛋 你这人怎么这样呢 一句话说的不对 你就翻脸呀 以前多好啊 洗皮笑脸的 什么事都带着我 现在一点黏分气都没有了 没了 韩老师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这个沮躁性症状 韩老师 你在听我说话吗 你说 这个沮躁性症状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你给我解释一下吗 我先问你一下 你先点 是吗 你再说话 你说 保姆 需要 费 行吗 费 费 费 来 ひ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都不能接受 韩老师 我真的挺想帮她的 可我真的不敢得罪全班同学 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没事出去 哥们正恋着呢 我在想 你小子说话到底算不算数 说什么呀 说你上了两天破学 真不会说人话了 真不关心也请死活 是吗 出去 滚蛋 说你不会说人话真来劲了 不是 你先看完整个信再说行吗 什么玩意儿 请说啊 老子没工夫看你们这吃屎份子 看完再说 不看后悔了别找我 我妈这个信网办 收到不想哭啥这样的信 都被你妈给扣住了 这封信 还是我从我妈那儿偷出来了 这封信 真他妈孙子 我就知道你还关心呢 谁干的 没几个人知道 你 黑皮 不可能吗 如果是黑皮 我怎么把那皮给揭了 韩阳 韩阳醒了也醒了 莎莎不可能知道这么多细节 那他妈还有谁啊 公安局有熟人没 查自己 我全是排查 我他妈不想你找不出这孙子 有用吗 你就算找到那个人 这影响已经出去了 你应该想想下不该 今天 叶青那同学华华找我了 说他们医学院 已经满城风雨了 系里院里都知道 而且还说叶青他 说叶青打了一个骂他的女同学 这叶青还挺刚的 雷总 你小的还真没看多眼 这叶青还真是个人物啊 你给我说这么紧 叶青是现在到底怎么样 他们同学现在都很排斥的 他压力特别大 听说 系里还要让他休学 是 干什么今天你 上咱们学院 你想好了你就去 找谁 说什么 找的人在想 一点策略都没有还当将主 叶青 吴主任让你去一趟系里 学生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作为系里我们就要去做学生的工作 学生们是在捣乱 可叶青的态度也是在激化矛盾的 他为什么不能回避一段时间啊 这样对他 对学校都是有好处的吗 叶青做错什么了 他为什么要回避啊 这样做对叶青不公平 韩颜 你这种处理问题的态度 是不利于问题解决的呀 我跟你说实话吧 学校 对你们班目前所存在的现状 是非常的恼火 我已经为你在学校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了 你不能再让系里为难了吧 本来学生们对你和叶青的关系 就有很多的看法 你现在不听 请进 吴主任 您找我 叶青 现在的情况 你也都看清楚了 我个人建议 你还是休学一段时间 大家都冷静一下 对你也有好处 不过 你还可以参加考试 不耽误你毕业 为什么 我做错什么了 不是对错的问题 有些事情 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 你在社会上工作过 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我不明白 如果没有足够的理由 我要上课 你现在这种状况 还能够上课吗 不能因为你一个人 影响了全班的学习啊 我怎么影响全班了 我到底做错什么 他们要这么对我 叶青 您冷静点 主任也是在帮您想办法 为什么没有人指责他们 为什么允许他们来侮辱我的人格 我没有犯罪 我就要继续上课 他们没有权力拨夺我上课的资格 他们那些人才应该受到指责啊 雷雷 这个时候你来添什么乱哪 你谁啊 您是系主任郭老师吧 我就是啊 我是雷雷 我来证明些事 这些无耻的匿民信和那些流言蜚语 都是造谣和诽谤 小人 叶青是我绑架的 他是无故的受害者 我是坏人 而且我跟叶青根本就 你出去 你出去 他们没有任何过错 为什么要他承担后果呢 你们要搞道德法庭也成 你们冲着我来啊 我是罪犯我是流氓 给我戴高帽子游街都行 但是你们不能冤枉好人 这事跟他没关系 他没犯任何错 莱莱你走 你出去出去 莱莱你听我说啊 这是学校有学校的规矩 你们不就是怀疑我跟他有关系吗 但你们看不出这个女人 他恨我吗 他这辈子没正眼看过我 他看不起我 跟你们一样 依我为耻 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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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走 这跟他们说大不过来 喂 来生子 来生子 喂 叶青因为你处境我就很困难了 你要如果真为他好 就离他远点行呀 这就是你的逻辑 我远离他有用吗 我这段时间一直远离他 他们正要被欺负吗 那你想干什么 证明 你证明什么呀 你怎么证明啊 那需要什么证明啊 我看 你还是先回去休息几天 冷静地想一想 这两天 系里开个会 专门人研究一下你的问题 想一个妥善解决的办法 老子们僵持下去 对你 对系里 对韩阳 都是很不利的 吴主任 我可以休息 但前提是 我确实有什么困难上不了学 如果是因为别人无中身有诽谤我 污蔑我 不能 绝对不能 这 这已经有变迹了 没有人会相信你 好 回来 你还想得吗 叶芹 叶芹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这辈子 也不想再见到我 可你现在这么倒霉 我不能袖手盘棺 我都是因为我理 我来是想告诉你 我来帮你 帮你洗心冤屈 你怎么帮我 你有什么能力来帮我 我知道我是做个贺手 没有人相信我 你也赢 可当时不止我们两个 还有第三个人 黑皮 黑皮 他在哪儿 他跑了 没关系 我会找到他 让他作证 为你平凡征训 这件事情和你没什么关系 你还有你自己的事情 不要管我 我妈说过那些话 你别往心里去吧 完了 我向他们保证 说我们以后 不会再见面了 所以我们 一直 请 我也向我的后面保证过 不再见 我不再爱你 我现在当着你的内容 告诉你 我不追忆你 但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而起的 我要为你拼凡招学 还给你清白 我会为你讨回公道 我会为你讨回公道 我不能让你受委屈 等这事完了之后我就走 走得很远 我们 也不会再见面了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气氛 我的情也真 我的爱也真 月亮的爱 绕我的心 你问我爱 你问我爱 你有多深 我爱你有气氛 我爱你有气氛 我的情不易 我的爱不变 月亮的爱 绕我的力 女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轻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